早上出门不少人都赶着上班 但用路人可得注意了 在日前夹安乡 有一名汽车驾驶在行进九阳路 以及明治路口时 为了强快违规左转 导致直行的机车 闪避不及直行撞上 而当场没了呼吸 经过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后 虽然恢复了 但日前仍然呈现昏迷 休旅车路口左转 直行机车高速撞上 机车骑士倒地不起 救护人员货报到场 紧急将撞伤的骑士送医急救 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与明治路口 16号一早8点多上班时间 一辆赶着上班的休旅车 违规左转 被对象执行机车直接撞上 是我这边没有注意灯框 然后我就左转 因为它是执行 所以我左转 所以就撞到我这边 一个男生啊 是一个男生 肇事机车被撞扭曲变形 被撞的休旅车 副驾驶坐玻璃跟挡风玻璃 全都碎裂 造势驾驶因为赶着上班 抢快 没有遵循左转灯耗制指示 才会酿成这起车祸 马姓机车骑士重伤送医 到院之前已经没有生命真相 那我们到了现场 发现一名男性的机车骑士 导臥在机车旁边 他口鼻有冒险 然后脸部有多出的失业 然后我们立即帮他做 加提起的动作 现场的话 麦伯摸得到 然后没有呼吸 造成马南头部颈部受伤 由119送17医院去 陷阵吞迷中 重伤的机车骑士 目前还在家务病房 跟死神拔河 警方表示 两名驾驶 久策后都确定 没有酒驾 至于详视造势原因 责任归属 警方还要调查厘清 记者中文报道